嗨,我是CoffeeC 今天的视频主要来跟朋友们讲一讲 有关中职舞蹈表演面试的专业概述环节 首先,我会介绍专业概述的整体框架 第二,我会举例说明撰写方法 最后,我会对专业概述的注意事项进行说明 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开始吧 首先,教育概述是对自己所教的专业进行总结和概括 可以分成三部曲来进行 一,简单谈一下舞蹈是什么 二,将自卫教材进行详细的论述 三,表达做好一名舞蹈老师的意义与决心 下面,我来举例说明撰写方法 以第一部分舞蹈是什么为例 可以从舞蹈的名词解释 舞蹈的发展和特征等方面来开展 下面,是一个撰写顺利,可供参考 最后,来强调一下专业概述中 我们应该注意哪些细节 主要的是时间限制 专业概述要求在五分钟之内 在撰写时,尽量把字数控制在一千字以内 并在练习过程中做好计时 在四分三十秒左右完成,最为适宜 再就是注意自己的语气和表情管理 不要面无表情,也不要太过于僵硬 语气上要自然 这里的自然就是说 既不要像学生背课文一样 但也不必像一个朗诵者 好了,专业概述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有需要竹子搞的,可以小红书找我 下一期我们将来讲解教案撰写 请朋友们及时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